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白鹿首部谍战剧开启 二搭任加伦人气拉满 刘学义 宋义强势加盟 谍战剧一直是备受观众们喜爱的剧作类型之一 不过近几年的发展却不容乐观 不仅没有了当初的经典剧情 就连人气也是日渐下滑 为了拯救当下的尴尬现状 改变发展方向已经是刻不容缓 关于谍战剧的发展 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 观众们已经逐渐熟悉了大体的套路 因为没有什么新鲜设定出现 所以也就造成了当下的瓶颈困境 为此引进人气主演 成为了唯一的突破点 白鹿首部谍战剧开启 二搭任嘉伦人气拉满 刘学义 宋义强势加盟 近日有消息出现 知名一线人气女星白鹿将出演首部谍战新作 一时间引起了不少热议 作为90后新生代人气女星的领军者 白鹿无论是出演作品的数量 还是全市角色的质量都极佳 近几年演技的提升更是有目共睹 虽然没有出演的谍战剧 不过尝试一下也是蛮好的 而且在2020年 白鹿携手张若云主演过一部警察荣誉 虽然算不上谍战剧 不过也有相通之处 并且最终的收视效果和角色评价也很是不错 此次白鹿以女主的身份启动首部谍战新作 无疑是开创了同类型作品的新风潮 毕竟选取人气主演的谍战剧目前还未成型 目前有关这部谍战剧《暗腔》的筹备已经正式开启 除了人气女主白鹿之外 还邀请到了很多颇具流量与实力的主演加盟 比如领衔男主的任嘉伦 任嘉伦也是近几年公认的人气男星之一 他不仅颜值 演技俱佳 人气 流量更是一流 也是首次出演谍战作品 肯定是备受瞩目的 再加上二搭白鹿的话题 关注度可想而知 之前 任嘉伦便因为出演《不说再见》受到了很高的关注 因为角色木青更是深受认可 此次 时隔多年之后 他再次以男主的身份领衔类似作品 必然更受观众们瞩目 除了白鹿与任嘉伦这两位人气主演之外 在这部即将启动的《暗腔》中 还公布了另外几位颇具流量的主演 其中当属刘学义 宋毅两位关注最高 刘学义与宋毅都是出道多年的实力演员 因为近几年影视剧资源的愈发丰富 逐渐成为了当下颇具人气的明星 再加上出色的颜值 演技 可快便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此次 刘学义与宋毅强势加盟这部《暗腔》 无疑是给了该剧又一层的支持和保障 除此之外 该剧还有刘义军 吴刚 王阳等诸多实力派老戏骨的加盟 目前 有关这部《暗腔》的筹备已经正式开启 作为主演的一众演员 也相继爆出 与以往不同的是 该剧选定的主演大多都是当红演员 这样的尝试最终会获得怎样的效果 大家不妨拭目以待